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今天这一期啊跟大家聊一下咱们这边解禁了台湾的63家食品企业的食品的输入啊 然后也就是前一段时间咱们进了什么金门高粱酒啊等等等等这些台湾的企业啊输入大陆的这些商品 然后咱们现在解禁了就像我一直以来跟大家强调的啊这是一种秀秀出了咱们对于台湾的一种态度 这种态度给台湾带来了什么样的信号呢民进党有没有接收到呢台湾的同学有没有看到呢 今天我会详解这个不仅今天要聊咱们对于台湾的态度也跟大家聊聊美国最近也在对台湾动手啊 对不对但是大家得知道今天不是跟大家聊美国的共和党的那个众议院的啊 那个那个议长啊那个麦卡锡串访台湾这个事情不是今天跟大家聊点别的 现在美国掌握的海外的媒体已经开始对民进党动手了 当然不是现在才开始最近都开始了 咱们就看一看台湾这个岛在被拉扯的当中将要如何做选择 台湾这个岛的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吗 啊台湾岛接收到大陆的信号了吗 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啊跟大家详细的聊一下关于咱们现在捷径了台湾什么63家食品企业的这个食品的输入包含什么金门的高粱酒 海外的媒体的报道他说啊主要的原因啊 咱们的这边国台办也说了啊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洪秀柱是因为金门县的这个县长 而且还因为什么这个新党的这个主席吴成点等等等等啊 然后他们的表现很不错 不对 尤其是洪秀柱啊 又跟宋涛 然后咱们的国台办主任见了面 第二天这些东西就放开了 这是什么 其实这一这是一种非常清晰的表达了 咱们是在拉拢国民党吗 其实也并不是 咱们是在给民进党难看吗 其实也不是 归根结底是一种信号 这种信号是什么 首先啊咱们的马小光啊 点名了 点的有洪秀柱啊 点的有这个吴成点 新党的党主席 也点名了金门县的县长陈福海 这三个人为什么单独的点出来 他没有说啊代表着什么国民党 也没有说代表着这个新党 也没有说代表什么金门县 都没有 他指点个人 咱们的马小光指点个人 这些个人身上的符号啊 非常的清楚 对不对 洪秀柱那是一直以来 希望两岸能够和平 对不对 然后啊 这个新党的吴成点 这个信号也很清楚 也是出身于这个这个金门 金门县长陈福海 同样也是如此 金门就是跟大陆最接近的一个地方 跟大陆的关系非常近 这个信号释放给国民党 国民党能接收到什么意思吗 从洪秀柱 吴成点到陈福海 国民党能接收到吗 只要你的态度 跟洪秀柱啊 吴成点呢 陈福海 这些人的态度比较接近的话 大陆就会给你什么 给你利益啊 讲到利益 可能很多大陆的网友啊 不开心了啊 干嘛又给这个台湾利益 不能给利益啊 对不对 跪台政策了 首先啊 关于进这个金门高粱酒 等等等等 这些台湾的这些食品啊 然后其实之前是有的 之前就一直以来 两岸的贸易里面就有的 然后只不过咱们停掉了 停掉了 我再给你 咱们没有多付出任何的东西 一分钱都没多花 但是换来的是什么呢 换来的是一场态度 尤其是啊 这个金门县的这个县长 陈福海啊 在他的Facebook上上来就说啊 这是啊 这是宋主任啊 开春就给我们台湾人送来了第一个红包 那么叫的这个名字 我都觉得有点害羞 上来就是宋主任 那叫一个亲切呀 对不对 金门县县长啊 叫宋涛国台办主任 然后叫宋主任 很亲切很亲切啊 加起油来 国民党看到没有啊 国民党看到没有 你把自己身上啊 你把自己放在什么样的位置 还在卡着还在卡着 是吗 卡着就卡着 但是啊 大家得知道咱们看待国民党 应该分开来看为什么呢 首先啊 咱们现在对红秀柱啊 态度是比较好的 而且确实是给了红秀柱一个面子 然后宋涛见红秀柱 然后第二天 这些东西就开放了 给红秀柱面子 但是大家一定得知道 这不是完全给国民党面子 确实是 也是在给国民党面子 有一个原因 确实也是因为国民党 现在声势声量比较大 声势比较旺 对不对 这个时候给国民党一点面子 但是我刚才跟大家说 这也不是完全给国民党一个面子 因为国民党山头林立啊 对不对 国民党他不是一个政党 他更像是一帮黑帮的组合 我跟各位讲国民党这个政党走到现在为止 从他诞生走到现在 他这完完全全不像是一个现代政党 应该做的事情 现代政党要有头 要有理念 有领袖带领着这个党 有理念 告诉这个党的党员们 我们要往哪个方向去发展 国民党走到现在 他有一个头吗 韩国瑜 马英九 朱立伦 你知道吗 我能跟大家讲出一堆的头 而且我还跟大家讲过 你去看国民党的组成部分 很多同学认为 国民党自己叫区 从台湾的这些政论节目 蓝营的政论节目 国民党天天叫区 我们不会选举 民进党太坏了 其实我跟大家讲过 你去看一看国民党的 县市议员的选举 到现在为止了 民进党选不过国民党 国民党的成分很复杂 从县市议员的 选上了这些席位 大家就可以看到 是地方派系山头林立 国民党与台湾岛的 当地的地方派系势力 相结合 也就是从李登辉 那个时候开始的 李登辉的黑金 也就从此而来 然后国民党 结合了这些势力 才有了现在的国民党 国民党才能够在台湾岛上 继续的 好好的生存下去 但是能够看到 国民党 他里边的这个山头太多 对不对 没有人真正能够带领 这个国民党 也没有人能够提出一个 真正的理念 为什么呢 不能提出理念 其实这就看到了 国民党尴尬的地方 如果有一个人太露头 其他的山头就得联合起来 你这个啊 不对 你这样做 不行 你这个太冒进 这也就是造成了 国民党互相的扯后腿 咱们在啊 国共内战时期 那是屡见不见 对不对 啊兄弟啊 我被包美包围了 帮一下哥哥 对不对 赶紧速来支援 这边就说了 哎呀啊 大哥不是兄弟不努力啊 是因为共产党太狡猾 对不对啊 我去不了 为什么去不了 是因为共产党太狡猾吗 我去了 我为了你拼死拼活 你打赢了 我是打牵制 或者说我是打支援的 我把我的支援的 我把我的兵力支援的时候 全耗进去了 你打赢了 你对不对 然后的话 有吃有喝 做大做强 那我呢 没兵了 没人理我 功劳是你的 我才不干 国民党从那个时候 就是这种特点 走到现在为止 没变过 所以我跟各位讲 咱们这个时候 咱们这边释放的这个信号 是不是释放给国民党 不是 它其实是在释放给国民党里面的山头 包含像什么韩国瑜 马英九 朱立伦这些人 你们看着点 对不对 态度好 像洪秀珠啊 吴承典啊 陈福海啊 这些人 这种态度 态度好的话 那我就给你国民党面子 对不对 我就给你面子 为什么怎么样给你面子 你就看一看 就是63家台湾的食品公司 它背后有多少利益 你要不要选举吗 对对 你要选举的话 这些啊 算是啊 金竹 它能不能给你点钱 因为都是公司啊 对不对 你能够让他的商品 卖到大陆来 他们自然而然会感谢你 你选举的时候 人家就得出钱出力 那你要不要 对不对 你要不要吧 你像什么韩国瑜啊 马英九啊 这些人 你们要不要朱立伦 你们要不要算 对不对 洪秀珠呢 这个人的身份也比较单纯啊 洪秀珠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 那种子弟兵 对不对 也不在选举里面 他也出不了多大的一个力 他也没有多少人 能够往上去推 但是释放了一个信号 国民党竟然要力 动脑子 这个利益如何给自己想 对不对 咱们刚才也讲到了 这个民进党收到这个信号了 没有啊 民进党也收到了 民进党也收到了 其实民进党的这个态度 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民进党这个态度是啊 现在的这个陆委会的这个主委 邱泰三释放出来的 邱泰三啊 然后啊 首先他也认为这个蔡英文的两岸政策 是稳重秋稳 就是一定得稳 然后他在回应啊 关于咱们这边啊 解禁了台湾63个食品公司的这些食品输入大陆这个事情啊 他的这个解释的方法 我觉得很有意思 大家都对于啊 这个这个民进党的印象就是喊硬化 只要沾到大陆就喊硬化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好坏 你好坏 你各种坏坏坏坏坏 对不对 你好毒 你好毒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但是呢 这个邱泰三呢 这个回应让我只能感觉到一个字叫酸溜溜啊 一个字酸 三个字酸溜溜啊 就特别的酸来酸去的 就那种感觉就心酸 就好像有一种让我这个大陆的同学啊 感觉到就是好像你为什么不给我们民进党利益呢 我们民进党最近表现多好吧 从和平保台到医美论 对不对 我们民进党承受多大的压力啊 美国也在给我们压力 美国给的压力到底是什么 待会儿跟大家来聊啊 美国也在给我们压力 你看一下我们不容易啊 你还不给我们利益 我当然要酸你了 邱泰三如何酸的 跟大家讲一下啊 他说啊 这个大家可以看出来两岸贸易 谁不符合国际惯例啊 全世界也没有人做这个规范 然后他也说大家可以看出来谁在做政治操作 解灵他还需洗灵人 哎呀 我这种话你能别那么绕 对 邱泰三同学别那么绕 就你越绕 然后越让我看到你的尴尬 有本人喊用话呀 对不对 有本人喊 说什么这个啊 什么两岸贸易 谁不符合国际惯例 然后谁在做政治操作 你就直接点大陆不符合国际惯例 大陆啊 做政治操作 为什么不直接说呀 为什么不直接说呢 对不对 然后能够感觉得出来啊 这个话一定得往绕了去说啊 就是不敢直接说出来 就拼命的绕来绕去 酸 酸中带怕 对不对 能够知道 对 你民进党最近确实是成压了啊 确实和平保台 确实要跟北京一起维护台海的和平 你有长进 但是你能收到大陆的信号吗 大陆告诉你的是 你还做的不够 你还做的不够 再往前去走 现在已经算是给你面子了 为什么呢 你民进党是现在台湾这个岛的 伪执政党 对不对 然后他把63家台湾的食品公司 他背后牵扯了多少个家庭 对不对 就拿着63家 他雇佣的人 这63家食品公司 他雇佣了多少员工 这些员工背后有多少个家庭 再加上食品公司 他都有供应链的 对不对 都有产业链的 你比如说啊 做方黎苏的 他里边得有点菠萝什么水果 是吧 然后总而言之 这一条产业链上面 绑定着多少个家庭 63家 63家的这个食品公司 绑定了多少个家庭 他们的生活变好了 对于你民进党的口碑 有没有利呢 你民进党自己想 对不对 你表现的不好 对不对 我就禁掉 你表现的好 我就给你放开 你现在表现的好不好呢 还不错 对不对 加油 但是还不够 不然的话 不会跟红袖柱来谈 对不对 不会说啊 建了红袖柱之后 第二天就放开了 但是还是给你民进党面子了 因为最近表现可以 但是加油 民进党接收到了这个了吗 这是咱们对于台湾的做法 大家明白吗 这就是咱们对于台湾的这个态度 尤其是啊 关于前一段 进这个事啊 进什么台湾的食品输入 什么金门高粮 酒的输入 然后这个事 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什么 你越配合美国人 对不对 美国人跟你施压 你民进党撑不住了 是吧 撑不住之后 我就 我也顺便进点 对不对 点一下你 告诉你 台湾的经济靠着谁活呢 哎 民进党想一想 对不对 你现在是委执政党 对不对 你给我想一想 想一想 你台湾的经济靠谁而活 对不对 撑住压力了之后 而且说出了一些啊 还不错的话 要和平了 和平保台了 医美了 要跟北京一起维护 台海的和平了 行 我就解禁掉 但是你说那些 虽然说还不错 但是还不够 大家明白大陆的做法了吧 大家明白了吧 然后的话 只要你配合美国 我就给你施压 只要你不配合美国 我就给你甜头 对不对 什么叫恩威病逝啊 大家看到没有啊 什么叫恩威病逝啊 咱们再讲回邱太三 讲的这句话 就是说啊 什么解铃还需细铃人 谁在谁在什么做啊 谁不符合国际惯例啊 谁在做政治操作呀 这些话 为什么 邱太三不敢直接说 你直接说是吧 你既然说大陆啊 有什么政治操作是吧 那行 那我就是政治操作了 我就政治操作了 我再给你听了 你看一看那63家的食品公司 怎么骂你民进党 对不对 你民进党受得了这样的压力吗 你民进党想要内外交困是吗 啊 有本事把话说说白了 有本事直接说话 对不对 你酸 但是你给我酸回去 你给我努力往上去走 往前去走 你再给我往后退一步试试 我马上再给你进了 你看看那63家食品公司 怎么骂你啊 本来给你解禁了 是一件好事情 你在这说怪话 我再给你停了 民进党受得了吗 我再给你 我不仅再给你停 我还加码再多近点 我看看你民进党受得了吗 对不对 你不是说我什么政治操作吗 有本事把话说说白了 敢说吗 民进党还在顶 你顶一个试试 对不对啊 接收不到大陆的信号 你就要内外交困 为什么叫内外交困 下一个新闻就来了啊 也就是今天最开始跟大家聊的 美国也在施压 美国如何施压的 美国利用媒体 刚开始啊 刚美国的方式是什么呢 刚开始做社会舆论 做社会舆论 他怎么样做社会舆论 之前跟大家聊过的 对不对 美国可以控制很多的 NGO的组织啊 美国的NGO组织 大家很熟悉 对不对 然后咱们啊 大陆这边也有 对不对 什么女权的 什么环保的 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 对不对 那些NGO的组织 不仅是在大陆有 全世界他都有啊 这就是美国的玩法 很多地方的地方上的舆论 然后的话 忽然间爆掉 从何而来 就是从这些NGO的组织而来啊 大家一定得知道这个啊 包含哈萨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前一段是那个动乱 暴动 到底是如何来的 我看很多同学都知道 对不对 因为哈萨克斯坦里边的各种各样 奇奇怪怪的NGO太多了呀 对不对 这些NGO从何而来的呢 对不对 然后啊 哈萨克斯坦是这样 泰国东南亚 对不对 那时候也闹过事情啊 泰国那个时候还有一个政党 前进未来党 前进未来党的党主席 竟然跟香港的黄志峰 台湾的林飞凡 什么都认识啊 他们怎么认识的呀 对不对呀 舆论基层舆论 就可以利用这些组织 给他造出来 基层舆论是如此 然后走到现在 玩到明面上了 就变成外媒了 这就是美国的玩法 先把基层的舆论造出来 然后再用外媒给你压力 现在从外媒看到了一个新闻 这个压力给谁 直接给赖清德 前一段是跟大家聊 美国的啊 这个白宫的高官 然后质疑赖清德 赖清德很危险 对不对 我们对你不放心 我们对你不了解 那个时候我就跟大家说 美国人为什么放这种话 原因很简单 你得让我熟悉熟悉啊 美国的赖台协会 都直接把话说白了 你赖清德得为台湾和美国的利益 着想 什么意思啊 美国人关心台湾的利益吗 当然不关心 美国人只关心美国的利益 也就是让赖清德 你要维护美国的利益 但是我相信各位都知道 民进党最近没有发生 什么特别大的一个改变 在承压 这个承压的过程中 哎 现在已经走到了外媒开始 开始要给赖清德施压了 这个趋势对于民进党来说 他能不能承受住呢 待会儿跟大家来聊 然后咱们先讲一讲 外媒是如何给这个赖清德施压的 这个新闻的标题啊 他说赖清德的烫手山芋啊 然后蓝绿黑白 台南争利 光电乱象如何平息 你看这话多朗朗的上口 对不对 死坑 然后的话啊 赖清德啊 烫赖清德的烫手山芋啊 这个台南的光电产业有问题 蓝绿白黑啊 都在脚在里面 首先啊 台南确实是赖清德的老家 赖清德是从啊 台南啊 起的家 发的发的展啊 卖的大步 是从台南开始 但是台南现在也不是赖清德的 对不对 台南是谁的呀 对不对 台南是啊 那个 黄姓的啊 黄姓家族的代理 对不对 他这个整个新闻报道 你从标题看起来是比较中性的 但是他里面讲到了什么呢 讲的真的是很白 什么叫很白 他说啊 台南啊 黑道盛行 对不对 黑道利用光电产业 光辅产业 然后的话啊 跟官商勾结 对不对 跟黑道跟当官的进行勾结 从中余力啊 怎么怎么样的 没有任何一点实证的 列了一点数字 什么什么 这个台南啊 占地是台湾的多少 可是呢 在光辅产业啊 台南是占了多少 给你列了一堆数字 但是没有任何的实证 但是会让你有一种感觉 什么感觉呢 台南黑道盛行 黑道盛行之后 官商勾结啊 赖清德 这个人不干净 大家明白了吗 所有的黑料 抹黑都是这么玩的 不用跟你讲 跟你讲证据 也不用跟你讲道理 这就是媒体 这就是媒体 我是做新闻的 有这种消息 我就报一报嘛 对不对 这就是媒体 媒体 我们媒体又不是法官 我们媒体又不是警察 我干嘛给你列证据啊 我就直接这么搞你 对不对 我就直接这么弄你 赖清德 你官商勾结 你跟黑道有联系 这直接要毁掉 赖清德的什么 政治生涯呀 外媒现在开始这么干了 刚才跟大家讲 美国一直先造基层的舆论 然后再造啊 外媒媒体的舆论 为什么呢 基层的舆论 他想要说什么就说什么 对不对 想怎么骂就怎么骂 不需要任何的证据 媒体还多多少少要 要点脸面 但是走到台面 媒体是走到台面的一种状态 台湾经历过这些 台湾不是没经历过这些啊 举个例子 太阳花呀 太阳花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其实咱们从太阳花学运啊 然后他往后的一些发展 就可以看到民进党 有没有办法对付这些 这些奇奇怪怪的这些组织啊 首先大家得知道一个前提 太阳花学运 怎么就莫名其妙的冒了出来了 怎么就各种各啊奇奇怪怪的 太阳花是民进党养出来的吗 不是啊 太阳花是国民党养出来的吗 不是啊 怎么在马英九的执政的后期 忽然间台湾这个社会出现了第三大势力 这第三大势力怎么就冒出来了呢 对不对啊 因为台湾不是说蓝绿的两大阵营吗 怎么出来了一个太阳花的一个阵营 大家不觉得怪吗 对不对 很多的同学聊到了啊 台湾的社会 包含很多的台湾的这些啊 政论节目都会提到一个群体 这个群体大家不觉得 这你说出来很很很轻松 但是你你想想这个群体到底什么人 这个群体是什么的 就是台湾的年轻人 很多的同学一说就是台湾的年轻人 台湾的蓝绿的政论节目也会提这个群体 啊 台湾的年轻人如何想 大家不觉得很神奇吗 年轻人好像变成了一个群体 年轻人好像变成了一个整体 台湾天天喊着我们是多元的 多元的 都是想法不一样 说法不一样 我们各种各样多元 怎么一说到某些事的时候 就是台湾年轻人带着一个想法 其实就跟台阳花旋语相关 忽然之间台湾的年轻人都有一种想法 同一个想法 对对反对什么都反对 你这个时候不多元了 然后从而从那个时候开始 台湾的年轻人变成了台湾政治群体的一级 一说的一到选举就说啊 台湾的年轻人支持谁 谁就赢啊 台湾的年轻人如何如何好厉害 好像掌握了选举的秘籍一样 台湾的年轻人到底是谁控制的 从太阳花看 刚才跟大家讲NGO组织 咱们大陆也有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女权啊 是大家记不记得程度 然后的话有一个啊 学生啊 从楼上跳下来了 结果来了一堆啊 说着外地 操着外地口音的 在那啊 献鲜花 献鲜花 对不对 肯定有鬼 肯定有问题 这种操作 我相信各位都很熟悉 对不对 一弄就是献鲜花 一弄就是献鲜花 结果呢啊 那个监控录像出来了之后 没人说话了 可是反复的这么操作 同一个手法 香港那边不是如此 不也是如此吗 什么太子战呢 各种各样的警察 什么在在什么 这个警察局里面性侵呢 等等等等 这种消息从何而来 全是这种组织玩出来的 大家一定得知道 全是这种组织玩出来的 这种组织就制造各种各样的消息 在他们的群体里面来往外延伸 NGO组织如何发展自己的成员 你台湾的学校就可以啊 对不对 我们是女权平权组织 对不对 我们平权组织 欢迎大家来加入 对不对 我们女性第一 我们讲究女力 对不对 然后环保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啊 对不对 我们热爱这个地球啊 对不对 然后我们要保护这个地球 然后形成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一个群体 在学校里边特别好推展 为什么呢 学生比较单纯嘛 学生不知道社会的险恶嘛 学生啊 只要告诉学生 你要热爱大自然 学生就去热爱大自然 对不对 女性受欺负了 学生就在那掉眼泪 学生简单 只要把这些群体绑住了 然后传播这种消息 就特别的简单 那个时候啊 比如说像太阳花学运那个时候 台湾有一个词就出来了 叫懒人包 对不对 然后懒人包 埃克法 有问题 不能签 对不对 懒人包 各种传 懒人包哪来的 都是这些NGO组织传出来的呀 对不对 谁做的呀 谁给钱做的呀 NGO组织所谓的啊 我们是非盈利性的这些组织 你所谓非盈利性 你这些懒人包 他都需要人来做 每一个都是图片的 每一个背后都有人来做的 这些人都要工资的 对不对 你非盈利性 你这些钱从哪来 可是台湾从太阳花学运 就可以看得到 诶 所谓的NGO非盈利性 每一个背后都有头啊 这头从哪来 你从哈萨克斯坦看一看 你从泰国看一看 你就知道了 对不对 总而言之吧 然后啊 就利用这些基层制造舆论 制造舆论 诶 很多同学最近关注到了一件事情 最近还在我这儿 跟我留言 我也看到了啊 说什么台湾的年轻人啊 现在呢 比较不喜欢这个民进党 台湾也有什么这种啊 这种吐槽类的节目 吐槽类 言上 言上的这种节目 我说的吐槽啊 我之前在视频里面聊的吐槽 不是各位说的吐槽 你说的那叫脱口秀 我说的是真的是纯吐槽 我举的例子是对比如说中国的电影 国产的电影 那叫一个吐槽叫狠 对脱口秀是什么 脱口秀是商业节目 拿吐槽换流量呢 这是两码事好吗 然后咱们这边很多网友做的吐槽类型的东西啊 刚开始是兴趣 后来有了流量 也就赚了钱 可是台湾比如说像脱口秀 背后必定有人 有公司给钱给东西 反正总而言之 要出钱 把这个节目做出来 只要是有公司 就有利益 只要是有公司 背后就有人就可以说 你有某些话题 你不能说 为什么呢 这是啊 金主大爷的公司 你敢喷呢 吐槽是什么呀 各位把这东西想清楚啊 然后啊 有同学说啊 台湾的年轻人啊 之前啊 比如说像沿上那种节目啊 天天吐槽国民党 现在啊 台湾的年轻人不喜欢民进党了 天天吐槽民进党 为什么 他为什么现在天天吐槽民进党了 为什么台湾的年轻人不喜欢民进党了 刚才我讲台湾太阳花学运 大家明白了吗 什么叫基层先开始搞 然后的话 像沿上这种节目 其实也是基层的东西 他只不过比NGO组织更高一点 变得像一个商业组织 商业组织啊 我来喷 喷完之后 现在到媒体 大家明白 这是一个流程 他管他有证据吗 他管他说的话是怎么样吗 然后啊 喷这个民进党 我跟大家举过一个例子 那就是啊 很多同学都说民进党有1450 确实是有案例啊 原来国民党在查什么北农的账啊 忽然间发现北农的账里边竟然有1450万 然后的话啊 给什么网络公司 对不对 你要干嘛 你一个北农 你一个做农业品的 对不对 卖菜的 你给我弄什么互联网啊 对不对 结果从此1450这个名号就出来了 但是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 民进党掌握1450那么的厉害 那么的强 怎么现在一大堆的台湾的网红都在骂民进党 为什么 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跟大家举个例子 大家去查两个新闻 第一个新闻 那就是啊 这个这个 这个国民党啊 这个民调是台湾的第三大党 都在民众党的民调就美玉渡啊 算是啊 民众的满意度啊 对都比民众党都比国民党高 然后从这个新闻开始到台湾的所谓的九合一选举 然后民进党输给国民党 你看看中间才过几个月的时间 大家去找一找 怎么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样大事情 台湾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怎么就突飞的猛变了呢 中间只有一件大事 美国给台湾施压 美国要台湾的台积电 大家去查 你就能明白了 到底台湾这个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从这些事情你就能想的明白 而且讲到这的时候啊 跟大家多聊一下 就刚才跟大家也说了 民进党能承受住这个压力吗 跟各位讲民进党是有经验的 民进党对付这些是有经验 首先民进党也是走街头 对不对 民进党也是发展基层组织发展起来的 然后啊 这个民进党呢 在这个经历这个太阳花学运的时候 刚开始啊 他也是非常错愕的 虽然说这个太阳花学运 刚开始针对的是国民党 针对的是马英九 要搞什么ECFA 对不对 然后但是民进党当时也是忽然之间 不是说台湾社会蓝绿两极吗 两大阵营 怎么忽然间出来了第三大阵营 台湾的年轻人这个阵营 民进党也错愕那个时候 结果呢 刚开始不适应 然后结果呢 后来大家发现没有 太阳花学运这些人成为了政党 成为了政党 成为了啊 时代力量党 对不对 你比如说时代力量 那个黄国昌 他是什么身份呢 怎么突然之间就变成了学运的领袖啊 怎么媒体全找他一个人呢 就跟现在外媒一样 大家自己想 外媒现在啊 直接把赖清德跟黑道画上等号 然后当当当时的啊 这个太阳花学运 怎么就媒体忽然之间就找到了黄国昌啊 林飞反纳 陈维廷啊 这些人 不觉得很怪吗 一个默默无闻 大家都不认识的人 这些记者就瞬间直接就找到这个人 然后他就是领袖 当时太阳花学运说的是什么呢 我们是无组织的 对不对 我们无大台 就跟香港一样 无大台 对不对 我们是自组织的 自组织你哪找的领袖啊 而且还找的那么的准确呀 对不对 然后黄国昌后来弄了一个时代力量党 时代力量党什么结果 黄国昌什么结果 生生的被民进党就逼下去了 虽然说时代力量现在还有点席位 但是总而言之 没有任何的一个声量 也没有任何的能力了 民进党收拾他们 他们还算是比较得心应手 包含那个什么 应该是林非凡 对不对 还跑到了这个民进党内部当官了 对不对 叫什么零八万 零八万 好像是这个啊 月薪八万新代币 然后零八万啊 然后总而言之吧 民进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劣接分化他们 然后总而言之 民进党是对待对待他们吧 还算是有点经验 但是现在还得看 民进党毕竟不是当时太阳花学运的 这些主要的敌人 主要的敌人还是国民党 国民党没成住 现在民进党能不能成住 大家慢慢观察啊 那就行了 然后跟大家多讲一句 看一看那个黄国昌 现在在干嘛 黄国昌 对不对 同样啊 然后的话啊 民进党好坏 民进党背叛了人民 民进党贪污 民进党黑道 对不对 黄国昌就在自己亲身的还在干这些事情 你就知道台湾这个岛里边有几个势力了 其实讲到这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多想 未来统一的时候 如何面对这些事 对不对 然后咱们如何解决这些事 其实一步一步走 考验多着呢 咱们慢慢来吧 但是总而言之 今天讲完这些 大家对于台湾岛的这个岛内的环境啊 有所了解了吧 咱们的做法是什么 咱们做法是恩威并失 美国呢 恩给不出来了 只能给威那给威是吧 你美国要拉着台湾岛内的势力配合美国人 那行啊 我也大陆这边也拼命的给你威 就跟禁掉台湾食品一样 你台湾你自己做选择 对不对 反正是你自己要往死路上去走 我不拦着 我还得跟你加油 因为美国要弄死台湾 对不对 要挖台湾的芯片行业 那我也顺带着 对不对 禁掉台湾的行业 咱们一起玩 然后啊 你想明白了 美国你配合美国 美国不仅不给你恩 而且还要拿走你的东西 你想明白了 不想配合他是吧 那你就得按照我的方式走 既然你说出了和平保台 说出来了以美论 说出来了与北京一起守护台海的和平 那我这边就解禁 而且我还给你打个样 看一看洪秀柱 看一看金门县长 对不对 看一看无成点 然后的话 他们是什么样的表现 你明白了吗 你要明白的话 就学习一下 这是咱们的玩法 美国的玩法只剩什么呢 只剩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赖天德 你跟黑道就是一样的 那这样的话 中美谁更有吸引力呢 一边恩威病失 一边傻大黑粗 大家慢慢看就行了 接下来的观察就是 民进党能不能承受住这个压力 大家啊 咱们一起等着看就行了 好吧 今天这期聊到这了啊 感谢各位 大家看 谢谢观看